他對你做了一些什麼東西 他其實也沒有 因為我是蠻封閉自己的人 可是他就是那種 很大姐啊 大姐大型的那種 他也不管 反正你封閉你自己是你的事 然後我要吃飯 我就拉你一起去吃 我也不管你要不要吃 然後我不管你要不要吃 我就買給你吃 就這個樣子 或者是有的時候 他們一般人去哪裡的時候 我不要去 他就會硬硬拉你去 怎麼樣也好 反正就是會把你扯到一起 大家會聚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久而久之 都會融洽在一起 那還有跟他保持聯繫 有一直都有 其實呢 這裡要跟大家講一講 其實冰玉的家人都很美 很漂亮 都很好看對不對 謝謝謝謝 姐姐也很好看 然後弟弟 也長得很好看 一個哥哥一個弟弟 一個哥哥一個弟弟 對 大家都長得很好看 謝謝謝謝 這是你們的一個遺傳嗎 應該是吧 姐姐有想過參加比賽嗎 他其實他自己應該 我們家人的性格都比較內斂 可能遺傳到父親吧 然後都不大會表現自己 所以其實他應該沒有想過 可是我們家人呢 當然會很鼓勵他 那個時候就覺得 既然你有這樣的樣貌 然後又真的那麼喜歡 因為我姐姐比較喜歡 當模特兒之類的 反正就是我從來沒有想過 也不敢奢望過這個東西 對 他就蠻喜歡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有蠻鼓勵他的 可是就拿不出勇氣跟自信 然後我們也沒有一個人像 幫我報名的那個攝影師 這樣就直接把他的照片填了交上去 所以就當他真正想要參加的時候 已經超齡了 對 那跟家人的互動如何 我們跟父親的溝通會比較 比較少 比較好 對 因為我父親是校長 對 他就很喜歡講道理嘛 反正你聽不聽他也是講的 然後所以 就會 慢慢的就會比較多東西跟他講 然後也可能我是女兒的關係 又是小女兒 所以呢都會比較黏爸爸的 從小到大呢都喜歡黏著他 然後就跟他 很多不跟人家說的東西 就覺得別人不會明逮的東西 至少會跟父親講這樣子 然後可是兄弟姐妹呢 溝通都是到大家比較成熟了 比較大了 才開始會比較多話講 其實以前在家裡呢 也不能說不喜歡對方 可是就是比較少溝通 都是說好像一家人 可能就坐在一起看電視還是怎麼樣 可是就不會有互相了解 互相溝通的機會這樣 跟媽媽比較少聊天 媽媽因為以前給我們感覺都很兇 很兇 對對對 就是拿著疼鞭的那一個 所以我們大家都會怕他 可是我反而覺得 如果爸爸是校長的話 會更加有壓力耶 不會嗎 因為我媽媽也是老師 所以就說大家其實是差不多 半斤八兩 就只是可能 女兒都會跟父親比較接近 然後可能對我哥哥和弟弟來說 就跟我媽媽比較接近這樣子 OK 那其實家人喔 比如說父母親都是老師都是校長 會不會特別的要求 你們在學業上一定要有所成就 那以後出來要當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真的沒有 所以其實我蠻慶幸的 因為自己小時候都是一直灌著 老師孩子的壓力 所以呢其實很多跟我一樣 就是老師的孩子啊 他們都會讀書讀得很有壓力耶 他們就會對 他們就會覺得我一定要考得很好這樣子 可是我父母倒是 可能因為我爸爸是佛教徒的關係 所以他倒從來沒有說很強迫我們 一定要考一百分考怎麼樣 可是我反而覺得就是因為他讓我們自由 所以我們更加會自律 就我們會覺得我不想丟你的臉 我會自己督促自己做功課 督促自己讀書 然後久而久之我就覺得 其實讀書就變成一種習慣喔 其實我們沒有閱讀的習慣 不過就是至少考試的時候 我們知道作為一個學生 一定要把成績考好 然後至少對父母是一個交代吧 而且那個是一個學生的責任 對對一個學生的責任 看到最新的學校 也是另外一個學生的責任 照片 我們會見到一個探ína 要選擇 術水 我們會測試 是否可以